大陸 其實照我看 大陸的野心就兩個 一個就是台灣 一個就是南海 因為這兩個都跟它的安全有關 因為大陸現在弄了好多基地戰 在南海 所以這兩個地方 它是你講野心它是有的 但是你說超越這兩個地方 我很難想像 到印度洋 我覺得太遠了 遠遠不到那個程度 到其他地方 我覺得大陸還沒有那個野心 因為我跟大陸的交往 我覺得他現在還在講國境安全 他跟印度的那個邊界還沒搞完 他還有很多的國境的問題要處理 內部的問題要處理 美國 美國的這個基本上 對大陸的 對對對中大戰略的缺失 我認為大概有四個 一個是一個是他自己的那個 他自己的那個 他這個對中戰略 是倉促的推出來了 二零一八年 那個那個誰啊 那個川普突然提出來 然後然後再衝倉促的 organize 一個 team 然後後來才在在在那個國務院 才弄了一個叫做 China house 就把一堆中國通機放在一起 在國會裡面才弄一個中國的一個委員會 換句話他連他的他的政策 他先有政策 然後後面才有組織 才有計畫 然後計畫才一步一步 這個步驟什麼 那個步驟什麼 那個什麼步驟什麼 這樣才這樣 他不是一個事先 當像當年美國那個冷戰的時候 美國對書冷戰 那個圍堵的政策 讓他出來 然後什麼地方射點 什麼樣射點 什麼樣射點 唯獨住了以後 你在裡面 因為你的你是專制政權 所以你將來自己會垮 後來蘇聯真的垮了 五十年之後 但是我們看到 他這個是有道理 是有一個大的一個戰略基礎在 但是對於這一次 就是說這幾十年來 美國對於中國的大戰略 其實他的基礎 是相當的薄弱的 對啊 這個就是他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基礎薄弱 然後基礎薄弱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對大陸的那個看法也錯 因為我他們把大陸的高 太高估了 我覺得我覺得 高估了 太高估了 就他覺得大陸的一帶一路 是這個怎麼講呢 是展現習近平的野心 要把手伸到全世界各個地方去 可是就我的瞭解 大陸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 那個習近平在推動 那個一帶一路之前 那個美國的國務卿凱瑞 到大陸去訪問 他還特別把地圖拉開來 告訴Kerry說 我們一帶一路 我準備幾個月之後 你說習近平告訴他 習近平告訴Kerry 親自的 我們幾個月之後 準備要推出一帶一路 一帶是這樣子走的 一路是這樣走的 那麼這是很大一個計畫 我們美國跟 美國跟中國 我們一起來合作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他提議是兩個 習近平還邀美國 一起來做 邀美國一起來做 不是說我要做 不是我的野心 要要要伸展勢力 擴張勢力到全世界 我們一起來做 我們來幫助全世界啊 對不對 我有基建能力 我有那麼多工程師 你也有錢 你也有技術 大家一起來幫 讓那些亞非拉的窮國 窮人 他們他們 他們是過得好一點啊 結果結果這個提議 凱瑞提議帶回美國之後呢 他們國務院財政部什麼 幾個部一商量 就說不能答應 不能答應 我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我猜就是說 那種我們美國跟他在 這是大陸的大陸的倡議 我們美國去 美國幫去 湊合一下好像有點沒面子 我覺得美國是面子的問題 這是你的你的想法 我不要去配合你 那那然後呢 所以這個idea就沒有抱到 歐巴馬裡面去 到歐巴馬裡面 可能歐巴馬總統會有 他高度不一樣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這個機會沒有了 變成就大陸一個人在搞 一個國 那大陸美國人現在就把這個東西說 這是你的野心 這個這個就是污衊了 這個就是污衊了 這個是這個是 他就把這個變得好大 然後大陸 其實照我看 大陸的野心就兩個 一個就是臺灣 一個就是南海 因為這兩個都跟他的安全有關 就是第一島鏈的 第一島鏈 他沒有這兩個 美國當年 美國當年這個建國沒多久 打內後來打內戰 打內戰 打內戰打完之後呢 美國就開始那個建軍 就跟大陸現在一樣 建軍完了之後呢 第一個就是把加勒比海 吃掉 加勒比海那個時候 是西班牙跟英國的地盤 根本美國沒有沒有艦隊嘛 就是英國長期在那邊 西班牙長期在那邊 就這兩個兩個大國 那美國就就說對不起了 我現在起來了 你們兩個讓一讓 那英國就讓了 英國就妥協了 英國就讓了 那麼西班牙就不讓 西班牙不讓 兩個人就幹一架 幹一架 美國就就把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幾個幾個地方 加勒比海 甚至把菲律賓都變成他的殖民地 所以這是美國的 就是他的大國崛起之後 大陸現在也是一樣 他南海 可是南海比加勒比還大多了啦 但是他起碼要覺得 這南海你不能美國隨便 沒事就在我們那邊晃一晃啊 美國以前 在二十年前 你記不記得 還有南海撞機時 就是我講南海撞機 2001年 他的他的飛機 偵察機 沒事就往海南島 大陸那邊的飛 沿著這個沿著海邊 這樣子飛 飛的話 偵察機 那電波就可以偵察 你裡面的電波 跑到人家家這麼近 可是現在呢 我估計現在美國不敢了 因為大陸現在 弄了好多基地在南海 所以這兩個地方 他是 你講野心他是有的 但是你說 如果超越這兩個地方 我很難想像 到印度洋 我覺得不太太遠了 遠遠不到那個程度 到其他地方 我覺得大陸還沒有那個野心 因為我跟大陸 大陸的交往 我覺得他現在還在講國境安全 他跟印度的那個邊界還沒搞完 他還有很多的國境的問題要處理 內部的問題要處理 所以美國的鷹派 把大陸想得好像是一個 哇 將來是不得了 他要征服全世界 要圍堵中國 取代我們美國 所以我們美國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就是錯 這是第二個錯 對 所以美國其實也 錯讀了中國大陸的野心 錯讀中國大陸 那接下來他也錯讀了台灣 對啊 他錯讀台灣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他以為台灣是民主 而且稱他為完全民主 這個美國的 尤其是美國的國會 美國的國會 相對於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比較常台灣來讀很多 國會基本上就是 你也知道民意代表 他的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想他自己選區的事情 所以外交工作對他來說比較遠 所以他對台灣就是一個印象而已 那他對台灣的印象就是 台灣是個民主國家 所以他就愛台灣 那麼這是一個錯誤的印象 可以實際上我們在台灣待到都知道 哪有民主國家的總統不開記者會的 不到國會報告的 這個哪有總統可以隨便任免 任免這個官員 任和免 在美國的話 你要任都要國會同意的 免你可以隨便免 但是任是要一定的 台灣不是你任和免隨便你 所以然後不開記者會 蔡總統700多天 尤其他的論文事情出來之後 就絕對不敢開記者會 那全世界沒有這樣的 拜登每兩個禮拜開個記者會 這個日本首相也是 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 其他國家法國都是在 我們總統就只有遠遠的 跟他揮手這樣子 這樣講話 這不回答問題 這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不是民主國家的做法 換句話說 我們老百姓你以為你有 像我們這樣子 你以為你有蘇某人有言論自由 沒錯我有言論自由 但講了沒用 沒有用 因為根本 國王根本不需要聽 就是我們現在總統 選總統其實等於選國王 我的書裡面有寫 對 選國王 他在關在 關在宮廷裡面 他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接受老百姓的這個批評啊 指責啊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並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CTI-ch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